范例2 一电梯正以2G的加速度垂直上升 设重力加速度G为常数 电梯天花板上悬挂悬吊一物 该物离电梯地板之高度为H 若该物突然掉落 则历时多久后会碰到地板 好那这题其实也是要用相对运动来算 我们把两加速度运动三个公式呢 改成相对运动版本 然后先写在这里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 这是第三个 好那么今天想要求的是时间 我们只能选1或2 来求时间 那看看能不能找出这些系数 这些参数 什么加速相对加速度啦 然后相对初速度相对末速度等等 好那么其实呢 我们可以求出相对加速度 因为相对加速度其实就是 小A大AB 就是小A大AB 就是两者的加速度相减 那现在电梯本身是有一个加速度的 它的加速度是2G 这是电梯 我们把电梯叫做A 然后可是这个小物体 可是这个小物体它的加速度是G而已 它断掉以后啊 它如果脱离了这个悬挂的绳子 断掉了以后 它的加速度会是 这个切掉以后 这个加速度呢 它会是G向下 那我们稍微把它写清楚一点 这个意思是说 我们的电梯本身 加速度是向上的2G 那我们的悬挂物 开始掉落的时候 它的加速度是重力加速度G 所以这样其实可以算得出来 我们的相对加速度 就是2G去减掉负G 我们以向上为正 所以2G向上就是正2G 负G向下 G向下就是负G 那相减变3G 这就是从石头来看电梯 它会往石头也就是往上加速 而相对加速度是3G 然后 相对出速度呢 就可以写成 电梯的出速度 减去悬挂物的出速度 那其实它们两个在 断掉的那一瞬间 之前一直都是等速运动的 所以这两个 其实都是一样的速度 在那个瞬间 在绳子断掉那个瞬间之前 它们的速度都一样 所以是等于0 这个 相对出速度是0 那其实第二个式子可以拿来用 因为我们知道相对位移 相对位移其实就是 H对不对 因为电梯地板相对于这个 物体往上升的H 你如果在物体的观点 比如说我们画一个米 你如果站在物体的观点来看 那你会看到的就是电梯的地板向你靠近 往上位移H 有了相对加速度 相对出速度 以及相对位移 其实用第二个公式 第二个公式可以让我们把时间解出来 好那因为我们的这一项是0 所以最后就剩下后面这一项 后面这一项是1分之1乘上3G乘上T平方 会等于我们的H 所以我们的T就会等于3G分之根号2H 那结果会是 这里是全部都要开根号 结果是3G分之根号6GH 这是第一小题的答案 其实他就只有问这样了 那另外一种做法是这样的 从之前各位熟悉的那个 比较没有相对运动的做法 我们可以把它的位移都先画出来 像是这个物体 它就是从这位移到上面 这个就是它的ΔXB 那我们的电梯地板呢 则是走这样子的路径 这是ΔXA 那你可以看出来 中间这里其实就是插了H 对不对 所以其实就是ΔXB加H会等于ΔXA 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把ΔXA和ΔXB都带入 ΔXA-ΔXB会等于H 而ΔXA 而ΔXA其实是V0t然后加2分之1 2Gt平方 这里的加速度一个是2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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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他们两个相减 那相减以后要等于H这个是题目给的条件嘛 所以相减从B看A是H 那这两个你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消除了 在相减的时候不用理它 那结果右边就会剩下2分之3Gt平方 那最后还是可以得到一样的结果 就看你是不是熟悉用相对运动来做 还是说喜欢用原始比较以前比较熟悉的方法来做 都可以 好